书友们咱们一起来写下成语顺气凌人 记得写这个顺字的时候呢 这里拉出来的这个长度呢 会比较偏下一点 你看上下是很长的 而且这一笔呢 写出来的时候不能拖太长 如果拖得太长的话 就跟这个格勾的形成一定的冲突了 这里呢可以适当的放长一点 气子 这一笔比较细长 那么这点呢 就点的比较大了 林子 这笔往上一样 那么这一笔呢也是如此 两个笔比呢是不一样的 大家应该记住这些相同笔画不同的写法 好 今天对于这四个字 我们就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 书友们 咱们来写一下成语为德不忠这四个字 点往这往上提 然后再撇下去 其实这两笔呢 它是一个比断一连的一层关系 你看往上提 虽然断掉了 但是往这里撇下去 就是这种连贯性的动作呢 还是看得见的 从这一穿过来就折下去 这里呢 也是如此 折变收了忽然加总 最后一点呢 会稍微强一点 好 这个围字呢 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横折勾 就是从这里撇下去的时候 它不是很直的 它是略微有点弯的 稍微弯一点点 然后勾上去 内容外方体现出来 还有这个折笔呢 它是比较斜的 它不是很平的 你看这个折笔和这个折笔都很斜 点下水招 我下屏了 每一笔的都是连贯性很强的 那么这个得字需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该中的地方就很重 比如这两个撇笔头部一样重 这里呢这个旗笔也很重 这个转折呢很重 这个点很重 这个握钩呢也很重 这几点呢都是值得稳注意的 往下压收笔 中间落笔 这个纳笔呢一定要促进左右平衡 中子 一笔完成 那么这里呢也是要长一点 从这往上提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住这里呢一个撇笔 连贯性强一点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撇呢比较高 比这边呢还要高的 撇下去刚好到这里止住了 这一点呢比较重 比上面一笔呢还要重 那么对于今天写的这四个字 我们写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 书佑们咱们一起来写下 成语飞红细海 好 这个撇笔就尽量一定要比这个勾呢还要偏高一点点 这点呢比较长 转折比较重 红字 公呢 公呢 写的比较瘦 公呢 写得比较瘦 这比比这边呢重很多 红字 几个横饼啊,并排鞋满 红 细子 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个树饼很明显比这树饼呢稍细一点 和 白鞋满 C. 孩子 C. 孩子 其实这一笔呢还是有点斜的 只不过对比下来的话 这笔呢更斜一点 这个孩子 今天对于这四个字就写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 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